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 台湾过去真的只几年来 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路径上面 我们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资源 太多挫置在不动产的炒作上 导致台湾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受阻 甚至产生国家资源严重的挫置 不动产的炒作 从一般我们应该当作人居住的房屋 进来进一步的海曼野道工业区 导致非常多的厂商 没有办法入境工业区 而在农地上带了一张共产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过去这二十几年来 为什么在错误的经济发展路径上面 对台湾实体经济的意志 对于国家资源的挫置 当然更严重的 伤害到了我们现在年轻人成家的梦想 谢谢大家 ìììì